今天来看一下东南亚服务一个新的独家活动 叫Reach for the Stars 这个活动是马来西亚国庆节的独家活动 它就是每天做一个任务 还共有14颗星 你每天就随便挑一个 如果你做那一排七个 那就可以拿到右边那个奖励 那旁的奖励 它这里有打猎等级附近怪物 还有打猎精英冠军 还有连续击杀 连续击杀球 还有保罗普利托 火焰狼 还有通关怪物公园 这样的任务 就这七种 然后你完成任务之后 它会送你这个 星星的这个增益 是吧 然后你做完还有积分 这积分是拿来兑换东西的 还有这伤害皮肤跟称号 这称号还可以 10点攻击力 15的攻击力 15的boss攻击力 15的无视防御力 还有1000 pnp 还有50 精英值 精英值15% 一共30件 挺好的东西 嗯 enjoy the festival 随便点一个星星 它才是 搜集 500个碎片 然后就是它这个 连续击杀 还有击杀效果 都是会有变化 反正这个 平常在那个界面的位置 要低一些 好终于 搜集完500个星星了 Reach for the star 那大家会送这个奖励 然后记录你完成了这个状态 那一天就只能完成一个 然后你做完的话 去找这个界面 然后你就会 用这个积分来兑换奖励 有这个 选择行什么 或者选择行什么 这些徽章 核心宝石 特殊用预心章 混沌还原器 然后宿命的强大 用 捏防火焰 还有 永恒捏防火焰 黑色捏防火焰 这样 那这个活动先看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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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